国际施责会300B三区在中正国小举行的花莲地震爱心援助活动的捐赠仪式 这次他们捐赠了550万元的援助金 并且由县长徐珍卫和与会贵宾见证之下完成了捐赠仪式 国际施责会用实际行动支援在这一次灾害当中经济遭受影响的孩童和家庭 现在学位表示天然灾害中创花莲感谢国际社会300B三支支援 因近期灾害受到影响的家庭 希望所有社会孩子们能够善用这份生活辅助金 学习如何计算和规划支出 也希望之后将难得的爱心经验继续传承 有意识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人 国际社会300B三区表示 今年4月3号和4月23号 花莲接连遭受到两次强烈地震的袭击 和0724丰盛的重创 这次灾难不仅摧毁无数家庭家园 也夺走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国际社会300B三区在周总监的带领之下 决心用行动来帮助花莲的家庭走出阴霾 所以我在讲的时候他们其实有感受到 他们就觉得说小朋友是很重要的 我大概跑两个庄 我就有预感那个钱会爆出来 那一开始给我的名单是147个小朋友 我们脑袋以外是147 后来又调整到175 那到最后其实我们的钱是爆的 我们也不怕都来都来 所以总共208位小朋友 所以我们后面是不是今天我们要来 其实我在桃园也常常做讲述学集 在桃园地区也做很多讲述学集 到各个校园里面去 而且去反读反飙车等等 还有宣学等等这些活动 所以我们的钱爆了 才有办法今天带了547万1200人过来 而这些活动旨在那些在地震以及和风灾 失去家喻和亲人的家庭提供继续支持 透过积极的行动 帮助桃园地区受创严重的家庭下 拨下希望的种子 让孩子们因为有爱 而愿意用心与安心的就学 记得转和桃园